中共核潛艇出事 再听证据 军报忧 恐动摇军心 中共少将报多个内鬼 压根不信党 热传重大信号文章被删 删起现况 接地方战危机 诡异 中共派这部门叫嚣 美国还有重权 海魁发威 福州大淹水 消防车被冲 大雪山体滑坡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这段时间中共军方核动力潜艇出事的传闻是一直不断 而中共军报的一篇报道 似乎也佐证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有分析认为 这会将影响习近平的攻台计划 习近平出访南非的8月21号当天 网上突然传出 中共军方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台海出事 消息震惊各界 海外自媒体路德社引述中共军方内部的消息说 中共却有一艘核动力潜艇出事了 但事发地点是在黄海海域 据说这艘潜艇是在执行装载下潜测操作的考核任务时突发意外 包括参加测试的22名军官在内 潜艇上55人全部死亡 中共运势习惯辟谣 只不过这次显得有些迟缓 先是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澎湃新闻 在8月24号才发文否认中共核潜艇出事 而中共的国防部足足拖到了8月31号才否认核潜艇在台海出事 诡异的是 国防部发言人却不说核潜艇是否在其他地点出事 中共是越描越黑 看来中共核潜艇出事概率是比较大的 而9月4号 中共军网和军报发表的文章 《把安全法拧得更紧更牢》 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 军事兵人周晓辉指出 《把安全法拧得更紧更牢》一文提到 现在很多中共部队在组织野外助训 并进行实弹实报失头训练 文章说 要把安全法拧得更紧更牢 还要强顾部队安全根基 文章的第二段指出 安全稳定工作是一项政治性 综合性 基础性 长期性的工作 事关政治脱敌可靠 事关能打仗打胜仗 事关部队建设发展基础 事关官兵生命安全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就会影响部队的正常工作和军心士气 安全稳定工作不是全局 但牵动全局 不是中心 但影响中心 要知道 安全稳定首先在政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保证中共军队不出现安全事故 对中共高层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事 因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不仅影响中共军队的日常工作 动摇军心 而且还会牵动全局 影响中共高层的决策 甚至牵扯到中共是否开战的问题 从这篇文章中流露出的信息 除了印证中共军队内部在这段时间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以外 是否也在暗示 如果那艘出世潜艇中丧生的军事专家 是习近平信任的人 他们或在秘密执行任务 那么他们的丧命是不是将对习近平造成不小的打击呢 甚至还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攻台计划呢 近日 中共又开始炒作抓间谍的话题 但网上也流传 中共少将金一南多年前内部讲话视频 罕见披露中共多个高职位间谍的情况 近期 海外X平台热传金一南的演讲视频 他说 变质的共产党人比比皆是 比如像台湾出卖情报的原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 像英国出卖情报的中央驻港联络办秘书长蔡小洪 出卖中共核材料的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康日新等人 金一南说 为什么共产党内部老出汗奸呢 他提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2005年因出入色情娱乐场所被中共特务抓住 他不想出卖情报给中共 就轻声了 金一南又比对中共内部间谍说 而共产党自己的人立刻就会归顺别人 给别人干 也根本不会想到死 这是中共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 我们重视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涣散了 精神堤坝已溃决 导致党内出现新一轮叛变 现在没有国共两党互斗的血与风心了 但是 我们在前一末话中 不也发生很多问题吗 2011年8月29日 美国之音曾以中国少将曝光中共高官间谍为题 做个报道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当时就表示 金一南的这个讲话不能算曝光 因为他可能只是在中共内部的讲话中做出举例 而视频对外流传并不是他的本意 现在这12年前的视频传到网上 还是引起一众网友们的热议 这些都是大黑帮中的无名英雄 比台湾遭共党收买军官还严重 说明这些人压根不信党 所以为自己活 说半天都是大道理 忘了人性的热点 也有人指出说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变质 有这些人自己的问题 这个政权合法性存疑 难以凝聚民心 快速的失去民心 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现在中共自己都承认 中国的村籍债务分布范围非常的广 8月底 中国网络也流传3篇 关于中国经济恶化的文章 有人撰文说 这是所谓的正大信号 结果该问背山 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披露中国农村的负债情况 提到中国的村籍债务分布范围 从南到北 从西部到东部 几乎是都背着村籍债务 很多村庄的债务将近百万 而负债最严重的村庄 人口才一两千 却欠了数千万的债务 那么地方财政究竟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呢? 4日 政经评论人士老蛮在X平台上发文说 今年7月 山西财政公共预算收入是250亿 同比去年的7月份的341亿 剧烈下滑了26.6% 在全中国所有的省份当中 这是最大的公共预算收入的月度下滑幅度 全国7月份公共预算收入是20131亿 同比去年的7月份的19760亿增幅为1.9% 但山西就是能搞出26.6%的急速下滑 让人心惊胆战 目瞪口呆 山西作为产媒大省也出现这样的经济漏洞 从色面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实际糟糕程度 为此有人坐不住了 9月1日中国网络上突然出现一篇题为 《重大信号 我国面临经济和国内外事极端困难 必须改革的文章》 该文提到8月27日网上突然同时出现几篇大有背景的文章 即我国经济出现40年未有至严峻形势 唯有大胆改革才有出路 经济形势严峻 45年未见 必须根本改革才有出路 王文 直面40多年未有之恶劣外部形势 需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 文章说 这三篇文章同一天出现 这说明 首先我国经济形势和国内外的局势极端困难 可以探到桌面上说了 不必遮遮掩掩掩 其次是强调 必须进行根本改革 以达到高层的首肯 但是1号的这篇文章虽然看似带着要改革的乐观态度 但现在却已经被删除 而且网友们看了文章后的评价也不高 并在留言中戳破中共的欺骗伎俩 看了一下 没有一篇提到政治制度改革 真的晚了 要和赵家人先把几十年前加入世贸时 自己承诺的一条条兑现再说 西方国家如果再次相信中共所谓的改革 那么完完全全就是西方国家的错 看来中共的谎言已经欺骗不了觉醒的民众了 日前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以后 中共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美国对中共是两手策略 有分析认为 中共国安系统批评美国的举动十分不寻常 9月4日 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说美国多名官员在近期接连访华 但外交姿态还是呈现出混合接触和遏制的两手战略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老两手是接触和遏制 现在的新两手是竞争和管控竞争 批评美国这是新贫装旧旧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 中共的国安部从业务部门的角度批评美国 这是诡异的做法 非常不寻常 宋国成认为 这本应是外交协商方面的事物 不应该让中共国安部门出面讲话 他说 用国安来对美国进行恐吓 已经超越了外交红线 也是非常无理的做法 中共的国安部这篇文章还说 中方不会放松警惕 要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 美国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中共这里指的是去年在印度的巴厘岛召开的G20峰会 当时习近平和拜登见面并进行会谈 今年外界预计 两人会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上再次进行拜席会 现在 习近平已经确定缺席这次会议 今年的11月 在美国旧金山将召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 习近平是否会参加该会议 以及是否会和拜登进行会谈 现在都变得不确定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认为 中共的国安部针对这个问题跳出来 这类似谈判时的叫价 如果美国接受 中共的国安部对内可以交代 如果美国没让步 习近平就不去参加APEC会议 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决定是继续强硬还是稍微放松一下 这篇文章还提到美国从各层面给中共施压 未来更多 更肃杀的手段 恐怕还未祭出 中共因此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 吴嘉龙说 美国官员访华没有签署重大的协议 他们是来做公关的 为接下来硬的一手做铺牌 来握个手 握完手后就是出拳头了 美国后面肯定有什么重拳要出来 接下来气氛会更紧张 吴嘉龙认为 主要是因为台湾大选要进入重要时刻 美中双方都在进行决力 希望影响台湾大选 海魁台风从福建和广东登陆 福州出现长时间暴雨 导致严重内涝 一大雪甚至出现山体滑坡 有效仿车也被洪水冲走 综合露媒报道 受海魁台风影响 福州正在经历极强的降雨天气 从4日清晨6点到5日清晨6时 福京 闽喉和永泰等县市24小时降雨量超过300毫米 成为特大暴雨等级 这导致福州城区部分道路内涝严重 马路上积水多到汴城河 民众不得不游泳过街 据网全视频显示 有的车辆和人一起被大水冲走 就在5日凌晨 福州市永泰县一辆消防车在赶往救援现场时被突发洪水冲走 车上有8名消防员和一名派出所警察 当天下午这辆车才被找到 其中2名消防员抢救无效离世 一名警察仍处于失踪状态 从网上流传的截图画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汽车都被洪水淹过车身 有网友说 尝了到处都是积水 可以游泳了 全区停电 而福建农林大学也出现严重积水 甚至还出现瀑布 校园里也发生了山体滑坡 由于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让很多人感到担忧 今晚真的不敢睡 东西都搬到二楼了 结果雨势不停 一楼都淹没一半了 也有网友介绍说 全城淹水 好多路段风落现行 好多地方停水停电 罗州大桥小面淹水过车轮 火车南站也淹了 二中化粪池爆了 龙大山体滑坡 据说新店准备泄洪 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8年前的龙王 和2021年的郑州 还有人表示 沧山半废了 我家这七八十年没淹过水的地方都被淹了 我就是沧山区的 活了快30年 还没见过这么下雨的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